第一讲 聊斋主人人生之谜 蒲峰林的俗世生活 二 作者马瑞芳 朗读者友谊 二 蒲家菜都有些什么 现在一些当红作家常出入高级仓馆 什么海山宴 鱼翅宴 甚至黄金宴 用山东老百姓的话说简直吃黄了牙 那么大作家蒲松林当年常吃些什么呢 几年前有家电视台播出了个蒲家菜的节目 推出色泽鲜艳 清淡可口的四菜一汤 据说都是蒲松林当年常吃的菜肴 这蒲家菜很精致 但却未必是蒲松林常吃的菜 菜的原料有鸡蒲肉 海米 玉兰片 清淡固然清淡 却与清贫离得很远 这是吃腻了肥鸡整额的阔人换口味 价值甚至在鱼肉之上 穷秀在蒲松林哪有常吃这种四菜一汤的经济实力呢 如果从蒲松林的作品中求证 可以发现 喜欢随手记下所见所闻与所吃的蒲秀菜 从没记载过传说中 他常吃的鸡蒲 海米之类的四菜一汤 蒲松林的日用俗字写到很多菜书 山珍海味不多 农村老百姓的菜不少 春半灰台生旧蒲 夏初扁豆上高棚 金酒刀残皆豆种 东西南北有瓜明 蒲松林把蛆蛆菜 婆婆丁 鱼钱 羊叶都写进去了 而且还仔细写这些野菜的做法 但日用俗字并没写如何发海参鱼翅 如何做山珍海味的内容 看来蒲松林的饮食习惯 跟《红楼梦》里的刘姥姥相似 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 他的生活相当于中农水平吧 赶上栽荒年 蒲家没有干粮吃 就煮锅卖粥给孩子们填充鸡肠 几个孩子对着一锅粥群起而公之 大儿子拿着饭勺到锅底捞愁的 喝得呼噜呼噜满身都是 二儿子还没有跟哥哥争抢的能力 就拿了碗叫着和哥哥抢勺子 小儿子刚会走路为了抢粥 把盆碗都踢倒了 女儿虽然饿 却又不敢参加争食 只好可怜兮兮的看着父亲 蒲松林心酸的担忧 我怎么养活我这帮饿肚子的孩子呀 日中饭记述了这个貌似有趣 实则令人心酸的场面 大难挥勺鸣鼎当 狼急流瘾生长长 中难尚无力 斜盘逆柱相较争 小难使学步 翻盆倒展如鳄鹰 这就是蒲松林青年时代生活的写照 蒲松林的词 金菊对芙蓉 假银词造作 写的是中年时的生活 到手金钱 如火撩毛 轰然 一翠完之 碎莫静神没有好菜 只有瓦炉的鸟鸟青烟 和啄酒三枝 蒲松林风趣的自嘲 造神不会因为我静神不疯 就到天上说坏话吧 青鱼行是蒲松林晚年的诗 写蒲松林看到青鱼很眼馋 可是吃不起 二月初来驾腾贵 妄意缠脚非所济 其实青鱼在当时是低档次的鱼 但晚年的蒲松林仍然吃不起 年遇古稀的蒲松林 还经常吃不到肉 七十一岁时 她还在诗里说 欢厚肉食贵 安分望缠脚 前些年 我陪一位美国博士去蒲家庄 蒲松林纪念馆馆馆长 鲁童热情地用 蒲松林写过的煎饼 和蒲松林常吃的菜 招待我们 我相信那可能真是蒲松林 在春季 而且是在她经济 比较宽裕食吃的菜 韭菜炒豆腐 鸡蛋煎香春芽 凉拌曲曲菜和鱼钱 美国博士说 在中国走了那么多的地方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 吃到蒲松林吃过的食物 在外国朋友看来 这是来华访学的最大收获 看到煎饼 杨博士向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一般的荆棋 哇 这就是煎饼吗 这就是蒲松林写的 圆如望月 大如同征的煎饼吗 我还一直以为煎饼 就是我在北京看到的大饼呢 原来不一样啊 我一边教杨博士 怎么把韭菜炒豆腐 卷到煎饼里 一边讲蒲松林 后人给我讲的 三老祖 唐师代课的故事 有一次蒲家来了几位朋友 蒲松林想招待朋友吃饭 家里却只有六文钱 他的妻子刘氏愁得很 蒲松林却说 好办好办 如此如此便可 他让刘氏用两文钱 去买了韭菜一把 两文钱买豆腐渣一团 再用两文钱买冬过一个 从门前柳树上掐下一把嫩叶 从鸡窝取出两个鸡蛋 便做起菜来 每上一道菜 蒲松林就说 这菜有一个别致的名字 第一道菜是清炒韭菜 上铺着蛋黄 是两个黄粒明翠柳 第二道菜是超好的柳叶 撒上细盐 圈一圈蛋白 使一行白鹿上青天 第三道菜是清炒豆腐渣 叫做窗寒西岭千秋雪 第四道菜是清汤上飘着 东过客的小船 正是门泊东吴万里船 美国博士听到这样的 普加菜哈哈大笑 陈谦 靓 靓 靓